传播太极 健康人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佟姓梅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致力于在全球推广 太极中英和国学等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的主席团和导师团的成员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太极全家 中英学家和国学专家 我们的一周一太极栏目 每周都会给朋友们带来几场精彩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益讲座 希望您不要错过我们的每一期公益讲座 今天的公益讲座 我们有请邀请到武当玄武派第十五代船人 陈礼盛道长 为我们讲解道家养生功法 陈礼盛道长道好林须子 是武当首位中国道教学院硕士研究生 他是道家武化资深研究专家和道家武术养生资深专家 陈道长还是武当理顺养生文化传播中心和武当山道家 五级功夫馆的创始人 陈道长自幼喜爱中国传统文化 1997年到湖北武当山西武学道 师称武当派 单见武当秘传太医逍遥掌 武当秘传五行养生功 行义拳 八卦拳 太医五行拳 等武当玄武派功夫 陈礼盛道长 曾多次受邀到法国 荷兰 西班牙 瑞典 意大利 美国 新加坡等国传授道学知识 与武当养生功法 其主打养生课程主要有 道教哲学与养生修炼 道德经义与养生修炼 道家主要经典思想与养生修炼 武当太极与都市人的修养等 前三次陈道长为我们讲解了 道家养生功法的 龟宫 蛇宫和鹤宫 今天陈道长为我们带来 道家养生功法的第四讲 龙宫 本次讲座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陈道长的现场讲解龙宫 讲课期间请大家静音 并且关闭麦凯夫 当然欢迎您打开摄像头 一起和道长习练 讲座过程中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可以及时在留言区留言 讲座的第二部分是互动环节 陈道长将回答观众朋友 在留言区的问题和现场提出来的问题 现在请大家将话同经音 我们有请武当陈道长 开始今天的讲座 有请陈道长 我们前面几次的课 讲了龟形 蛇形 鹤形 今天我们开始讲龙形 五星养生功 后面还剩下了一个虎形 那个龙形呢 龙我们顾米思义 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 龙它是随中国的土腾 中国人呢 以此把龙作为一种 境界比较高深的 一种土腾来宠外 我们在历史上呢 有一个典故 就是说凡是中国人呢 都希望自己能成为龙的传人 这个龙的传人的典故是什么呢 就是在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啊 历史上 著名的两大圣人的一个交流 一个是孔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道家的祖师 老子 孔子问道与老子 我们作为这个祖师的这个后人呢 应该尊为老君 孔子问道与老君的时候呢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回去了以后 发表了这个感慨 就形容了 我们祖师老君的这个境界呢 像龙一样 他说这个天上啊 如果看见鸟 可以这个用弓箭 或者用 有手段 把这个天上飞的鸟啊 能把这个地上行走的 动物呢 也可以 去捕捉到 把水里面呢 这个游的 也会有手段 去把它 捕捉到 但是呢 他形容这个 我们的祖师 老君的这个境界啊 就像天上的这个 龙一样 是没有办法 去把它 用什么手段 能够捕捉到 所以他就发表了 有个犹如龙一样的 这样一个感慨 那么从此以后呢 在道家也产生了一个门派 呃 产生了一个门派 形容 这个修行得到的人呢 境界比较高的龙 境界比较深的龙 这个像龙一样的 这个境界 深不可受 所以形容龙啊 可以上天 可以下海 可以陆地 游行 所以龙是中国人 心中的头疼 所以形容 中国龙啊 凡是我们这个 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呢 都希望自己的境界 像老君一样 老君的境界像什么 就像龙一样 深不可受 古代的人呢 这个得到的人呢 叫微妙玄通 深不可食 就像龙一样的这个状态 无法这个认识 因此呢 我们在后人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 就是要学习这个龙的这个境界 就是要学习这个龙的这个境界 也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个人的 习文念 修行的过程中呢 要不断地提高 活生化 自己的境界 要达到像龙一样 那么龙的 这个基本的形象呢 是善于变化的一种形象 所以在五行养生宫 道家五行养生宫的这个动作编排里面呢 它对龙行的这种善于变化的这个特点 有所表达 那么龙也有这个爪啊 龙有爪 所以这个龙行呢 它那个手型呢 叫做龙抓 龙抓 所以 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动作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乌龙瘫抓 乌龙瘫抓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就是要把通过全身的力量的运用 能够通透于这个双手的这个爪 手指这个甲指 所以让我们可以站在那里念 我们可以也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念 我们可以试一下试一试这个动作 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 可以一起来尝试 身体 如果说你是坐在凳子上的话 身体都正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乌龙瘫抓 这个手 这个双手 双手推出去 后肩拉回来 走 推下去 那你 你让我们透出去 你让你透到那个手指 透到手指以后 然后 把它卷去 然后往回收 往回收 我们一起来 做试试一试 一 你用筋骨 肌肉 筋的力量 去把力量 脱到手指以后 然后再抓紧 然后往回扯 扯到这个力量来 扯腰背 乌龙瘫爪爪 这边我们可以 坐在那里 练 也可以站在那里 练 好 我们再做事 在这个 手往前 瘫爪爪的 这棍木啊 跌手往后 拉的 走 屋上往下坠 形成一种 一种相互 这个前后相互 对呀 对拔 争拔的这种样 可以可以试试 屋龙瘫爪爪爪 力量脱到手指以后 远曲 然后收回来 形成前后 挤压折叠的 这个一种力量 这是一个练骨啊 练骨的 就一种这个动作 第二个呢 双龙细珠 啊 双龙细珠啊 这个手 啊 打开 手打开 然后 双手啊 也 夹长 我们做这个动作 也可以做 这个 如果特别是 有些年龄大的 年龄大的 腰腿不太好 站不久的 人可以 做这个地方 那一会呢 现在我们也可以站站站站起来练 这个叫二龙细珠 像两条龙啊 双手像两条龙一样 也是要把这个腰腿腰背的另一样的掌面 透出来 然后 透出来以后 然后再旋转 然后 我们可以站 站站起来 站站起来一遍 啊 站起来一遍 双脚 双脚要这个 脚跟脚尖 装定 为了便于大家看下一件 我们调整一下镜头 好 双脚手边 差不多 以肩膀同盘 然后 双手处 无边出 二五西出 打开 然后 然后 再来 多样的过程中 慢慢收 一个手向下 一个手向下 有点像那个 有个动作叫紫片花地 紫片花地 好 旋转 再旋转 用这个 腰腿的力量 去把这个 额 劲道啊 筋骨劲 偷到这个 手夹 手夹 它 可以 这动作可以反复 反复 可以 可以 你 你要多的人呢 可以这个 做 这都是念这个 金骨罐红 这是这个 第二个 那么 第三个呢 神龙白尾 神龙白尾 我们先从这个 步伐 先从步伐上面 看 为了 为了站稳 为了站稳 我们必须 要把这个 步伐 步伐上 要做成这个 三角粒 先看看这个步伐 三角粒 双脚之间 这个三角粒 我们现在先看 讲 好 我们这样看 这样看一面 双脚之间 是三角粒 类似于 道家的 这个 双脚步伐 双脚步伐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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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现在 做好了 配合手 配合手 对 当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你的身体下面 你才能站在那里 这个叫 神龙白尾 接着来 我们可以 锻炼我们的 电话 可以 可以 现在 对 把双脚 把双脚打开 双胖 使得开 好 再来一次 这个 鲁龙 太短 双脚的力量 腰腿的力量 肩背的力量 慢慢 偷出来 然后 再拉回来 慢慢的 拉 再一点一点 双脚 我们来做三次 再做一次 好 侧面是这样的 侧面 我们把身体这样 侧着弹 为了大家看来 给你清水一点 好 一 二 二 二 大家有些 现在可以 引起 跟着 然后二楼西桌 双手打开 像炸桥一样慢慢 炸起来 一只手向上 一只手向下 左右都可以 用腰背 腰脚那样去转手 好 再转一次 好 再转 这边我们可以接下转工作 神龙 白尾 通过这样的 神龙 白尾的动作的时候 年纪大一点的 神呐要注意 因为能过五十六十岁的人 你的关节筋骨啊 他这个里面的润滑程度不够 所以呢你在运动 做这个运动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要量力而起 不要以下子做到胃 像我们这个以下子 有点年纪大的 你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就不用往后去了 就越往后去 他可能对你的跨 对你的肩带 拉扯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大 所以不要 以下子不上位的 不要强行去拉 特别是没有硕固的一个 肯定呐或者其他 养生工法的这个技术里面 不要强行去做的 我们要结果自己身体的素质来 循序鉴定 一点一点去做 慢慢的 你会啊 会会 到位的后面去 你会先到左边 是吧 啊 到右边 这啊 这个 都是可以的 不要以不大位 那你做多了以后的 慢慢慢慢做的 首先 首先你的动作能够 称九十度 所有的脚啊 能称九十度 甚至超过九十度的 这个是需要 有过程 需要有过程 来慢慢 慢慢去这个 那这三个动作呢 它有个功能特别 都是拉筋骨 那下面我们第四个 第四个 把这些动作 这个反过来 反过来做 也是这个拉筋骨 手 手与手腊 手与脚腊 我们下面呢 比如说做到这个 这个动作了 我们 可以 反多练 一个手 从外面 往里面走 一个手 从里面往外面走 然后下方拉筋 拉筋骨 然后再再 断过来 五六都可以 拉开 然后 断过来 然后 可以形成循环 循环拉筋 我又平凡 就是这个动作啊 叫弹龙角度 逍遥龙啊 弹在这个柱手上 啊 将龙 踩在柱手上 我们放 换一下 换一下 来 我们换一下 换一下 好 足够拉筋 然后转过来 好 这边 你看 啊 足够拉筋 然后转过来 好 然后转过来 好 那么后面呢 下面还有一个动作 断过来以后 这个双手 手脚同步 然后手脚同步 可以 好 现在大家看看 我的 呃 身法 啊 身法移动起来 也是 所有水光线 好 我 就要 对 晒 你 啊 这个 手脚同步 手脚同步 这个方向是可以变 这个方向是可以变 这个呢 让我冲过这样走呢 走过以后还会开转 啊 装过来 啊 装过来 啊 装过来 方向啊 方向是可以变的 这个呢 这个武术基本功里面呢 对歇步 歇步的练习 这个动作叫仓龙吾海 啊 叫仓龙吾海 啊 那么这些是 龙行的 一些 基本动作 但是我们呢 还有一个 跟这些动作没有关系的 龙行的身法 呃 龙行的身法 我们呢 呃 一起来 看一看这龙行的身法 就是他就下个八卦 呃 身法 好 我们把你动作呢 慢一点 慢一点 手脚慢慢丢起来 这次就是把这个 呃 动作啊 加上那个身身法 呃 啊 好 再看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啊 动作快点了 就是这样 精神循环 啊 哎哟 哟 哟 哎哟 哟 啊哟 哟 把手标红录 这个 双手之间 有一个 看去图在里面 前面是半弯 后面也是半弯 所以在做的过程中 始终是 做一种半弯的这个状态 好,我们 刚才这个动作的演练 呃,发现了 龙形里面的动作 大多 与筋骨的这种拉扯 有关系 所以我们练了以后呢 啊,你再 你甩手 要发现很轻松 啊,发现很轻松 如果练了以后 你肩膀还是很硬的 你肩膀还是很硬的 画也是很硬的 那你就没有 这个拉筋的 拉筋的 作用 呃,所以这个 龙形呢 啊,练了以后 练了以后 人很舒服 啊,很舒服 给人一种 通畅 如果前面通畅 在后面的这个生法 啊,步伐一结合 有如行云流水 所以 通过龙形的练习呢 它在五行中 啊,龙 在五行中啊 它是属木 在人体呢 练肝 东方木 这个 这个生虎啊 所以,那我们练了以后呢 它有利于 舒展我们的肝气 有利于舒展我们的肝气 有利于强壮我们的筋骨 所以 呃,平时 你要想是 自己的身体里 有一种通畅的感觉 啊,可以 多点龙形 啊,让自己的这个 筋骨 得到这个舒服 啊,锻炼,疏通 啊,那么 啊,现在这个时间 还,啊,比较充裕 刚才大家 有人跟着练吗 我跟着练呢 我也觉得 那个,呃,非常舒畅 呃,就是很舒服 呃,练了以后 确实是 呃,感觉很好 就是,呃,特别是 您刚才讲那个 呃,这个,这个 这个龙公可以舒展肝气 呃,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好,那我们下面 呃,再来,呃,再 呃,再 再来,那一边 我们 对,刚才 有点跟不上 呃,有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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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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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去用筋骨的力量 去用筋骨的力量 你平时往来坐 你带两只脚 两只脚 就是坐在这个地方 以前 我记得有一次 坐飞机 去美国 坐了13个小时 这个脚啊 以前刚开始 我们坐飞机的机会 不多 那是十多年前的 因为没有坐飞机的 这个常识 所以在坐飞机的过程中 脚一直 掉在那个地方 双脚就掉掉了 结果呢 到了美国洛杉矶以后 我从韩国飞到洛杉矶 13个小时下来 最后一下飞机的手发现脚踪了 这是我这个十几年前的 我自身 先生经历了一个事情 那如果我们平时 如果我知道这个这个常识 坐在这个凳子上 那是说一脚就地 脚跟脚一样 能够夹到实地了 十几个小时 这样子肯定有脚 不会 不见这个坐门 警官 再让我们平时 平时坐在这个地方呢 平时养成 正经为坐 把脚跟 脚跟 脚跟 脚跟刀底 膝盖不化 放踏实 让自己的 屁股都稳 然后呢 你在动手的这个功能外 你能把 这个脚上的力量 腿上的力量 屁股 腰背的力量 肩上的力量 慢慢慢慢移一点 往手上送 往手上送 然后 手指 你摸紧 的时候 慢慢地往回收 往回收的部分钟 你的手 往回收的部分钟 想想想 脚到力量 你往回收 收到哪里 收到腰上 聚集 然后 手出去 想想着 手的力量出去 你的脚的力量也出去 手拉走 脚呢 拉到膝盖 然后呢 再往里面 拉到肩 上面手 拉到肩 下面脚呢 拉到肩 然后呢 肩跨的力量 规矩 规矩 规矩到这个腰上 直到你的手脚 把压的力量都给拉扯起来 这个时候呢 你有一种感觉 你有一种感觉 要手脚的力量 拉 走膝 拉肩膀 这种 跟腰 形成一种拉扯的关系 把针灌 把针灌入来 看到传统的感练 有句话说的叫 五行四骚 要和拳 手摇四骚 跟你的腰 去和气 和气 贯通 然后 出去拉扯 我们回来 就像腰跟你的手摇 走膝 肩膀 形成极 所以 表象上是你手在动 实际上 你的手脚 力量 跟你的腰是同步的 收紧 收紧以后 全身的筋骨 力量 都感到 有力了 然后 再撑发出去 再撑上去 越缓慢 你可能找 撑筋拔骨的效果 越缓 第二 你的用力 用力 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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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我们 为什么我要做 这个地方影视 呢 我站在那里也是 也是可以 就是 年纪越 越大的人 这个 喜欢 这些方法怎么办呢 这些站不久 你站 三个五分钟 十分钟 腰腿就算了 那你会放个针子 放个针子 坐在针子上 也可以 先做这样的动作 它有利于我们 手脚 手膝 肩胯 腰背 等这个力量 这个筋骨 肌肉筋的力量 把针子 收骨 拉周 这个是属于拉扯 于吉亚 这个动作 在拉扯于吉亚 这个 里面 最能转开 把 二楼 新路 也是 这个手脚 也是这个手脚 可以这个 去拉扯观众 扎下 这个动作呢 让我们学会了 你平时可以 坐在 办公室 或者是坐在家里 也可以 在这个 身体疲乏的时候 疲劳的时候 可以去坐 幅度 我们现在 看幅度发大 幅度发大 幅度发大 好 我们现在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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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把这个 公宝度 是吧 腰腿的这个弯筋 划膝脚的弯筋 要有所体现 他的腿劲 腰腿的这个力量 它是很余格 所以 站起来的过程中 内 我们进入自身的这些实际条件 去做 大家看 通常这个 比较 合理的 健身的这个步伐是这样的 放西来讲 之间有三角地 大家可以 看一下 写一个三角地 那个 尾椎骨骼层 有个动化 掉渣 低渾 在这个工作 腰队 腰队不能有这个 不能有确定 要把腰队做个评论 腰队做评论 开展的做法 这样的力量 力量才能起来 好 我们试一下 然后 脚跟脚尖 要去抓地 然后手动 可以加拉 好 那这个动作 我们就演示到这个 下个动作呢 如果说我们要借下个动作的话 右手 在上 左手在下 我们神龙白尾 往左摆 往左摆 到时候 到时候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上 我们神龙白尾 你可以玩右摆 这样呢 然后 好 这个步伐 零腰端话 我这个手上的零腰 针马 这个神龙摆尾 我们就到了 如果我们 神龙摆尾 今天我们下一个工作 盘楼角度 这个步伐 叠合起来是这样的 左右 然后循环 循环 可以把这个 神龙摆尾 和盘楼角度 叠合起来 好 一叠合起来就变成了 这个动作 好 现在 神龙摆尾 盘楼角度 这边神龙摆尾 这边盘楼角度 这边盘楼角度 对 这边盘楼角度 这 这样我们那个步伐 有点 类似于 这个步伐 这个 似的法有点类似于 啊 两个 两个 结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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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盘楼角度 就是神龙摆尾 类似于神龙摆尾 和这个盘楼角度的节奏 那么这个工作呢 左右手交叉 手 它有两种练 一种呢 就是 手交椅子 第二种呢 可以手交灰子 屋子 幅度 甚至可以夸大 夸大 我们把这个手交不一致的 奈马 对 我们知道 学过行选的动作 就有这个 螺行 这就是 武术行选的动作 把螺行来打拌 这个 实际上就是一个 蝎部 蝎部 蝎部按掌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动作 如果练手了 那就以后 学的行选 能行 就方便很多 好 手脚横住 然后手交不同步 这个弧度呢 都在相当大预备 如果蝎部 弧度选 那我们把这个 膝部 做到位 啊 膝部做到位 膝部做到位 哦 上路如海 像风不二位 哦 可以转身 啊 转身 哦 左右转身 这是 就是这个 这不安长 呃 那叫超重不二位 好 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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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留言区 已经有一个问题了 他问陈道长可以讲解一下 转圈的步伐 这刚才也讲了 可能可以再讲一下 呃 转圈的步伐就是 三彩步 或者八卦步 这个步伐有个原理 呃 有几何原理 叫 呃 沟山股市玄武 呃 什么意思呢 你的双脚之间 形成一个 三脚形 那 和一个 熟练的这个三脚形呢 相应是三 四 五的这样一个 方角 这个是属于三脚力 最稳固的 但我们刚开始学的人呢 不太容易把这个 呃 三四五五 沟山股市玄武的这个 几何原理呢 用到我们的这个步伐里去 所以 那我们会 呃 呃 演练一下 在 你在慢慢做的步伐中 去和 去关照和对 呃 关照和对 你看这个 只要脚一收 脚中 我们把脚收拾过来 它就是一个 呃 这个三脚形 就是它只能这样画一片 那我们这样 如果说 你把步伐较大 它也是这个 三脚形 所以 当我们在 正中 这个步伐 我现在 在 这个 步伐的步伐中 它也是 那 后面有种 幻度 有步伐的 幻度 还有 有 步伐的幻度 那 除了幻度以外呢 把 让我们 现在一起来做一下 好 一 二 这个幻度 一 一 一 八步 一 一 八步 一 一 啊 始终观察 这个 步伐上面 啊 有没有 对 对 我们也集合起来就是这样 一做 加上手段 工作 这个脚上 都盯住了 不会前后倒的 也不会左右倒 你的脚尖 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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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四面前后左右 啊 你看 一 啊 看我都不烦 波动 这个 这个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 逼自己的方位 啊 逼自己的方位做 啊 啊 如果说做的 这个步伐做的太大了 那 不前后 如果得利了 左右 不能就不得利 所以呢 他就不在 步伐上就不辅做这个沟山古式的玄奥路 呃 这样一个 呃 稳定的集合 原理 所以我们 长期间 爸爸长的 人都知道 这个 这个步伐 在 在 有多多温柔始终 脚上 要 摆后 一摆后 平时上面呢 三脚铃 那 如果说 我们是第二股 前后 照不到了 没有股肉 就没有照不到了 嗯 嗯 我当的 许多 这个 这个生法 步伐 呃 他在公法里面呢 许多这个生法 步伐的这个设置啊 他是考虑到 考虑到 内外的因素 方圆呢 方活圆 首先要站得稳定的住 啊 你们 那通过这个练习人 呃 慢慢去把这个 步伐 腿伐 特别是这个 腿上的这个三脚力 跨 膝盖 到脚这个三脚力 呃 要去 始终把它 作为一个 圆呢 半圆的一个 方向 那我们 肩走手 也是足为一个半圆的方向 所以 道家的 所有的功法 都在阴阳之中 阴就是这个圆 圆而融合 而惯动 而阳就是 阳刚称斩 对地统一 那我们所有的动作 如果做熟呢 这个 做熟呢 你到一定的 练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不用去想一个生法 你已经做好的 在情况下 就是你的动作里面 既有阳 也有阴 比如说 既有肝又有柔 肝在里面 你能够把力量 就像我们做这个动作 撑出去 那撑出去 罐中 双手 之间有阳阳之力 可是呢 里面有鬼收敛 那收拢 你放松 有阴柔之力 放松呢 也许比你用力 有可能的 力量还要大 什么意思呢 你在放松过程中 有力于你这个三角力的 进一步的形成 所以 那这个三角力 中有三角力点相互拉扯 那比方说 我们这个手推出去 手 与肩 形成拉扯 你的手 是往下坠的 如果呢 你是这样拉直了 对不对了 说拉直了 你没有余地了 所以你的 那是你把力量推出去 阳光的状态 你还有三分余地 你这叫阳中有阴 阳中有阴 那么你把力量收回来 收回来的过程中 阴中也有阳 就是你力量收得很紧的 但是呢 你的两头的力量没有发现 拳头和你的肩膀的力量没有发现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动作 出去 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更能体现 肩膀与手的之间的力量 那我们回来 就更能体现你的走的力量 可是呢 你在体现走的力量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个手 肩膀力量放弃放弃 那你在推的过程中 体现了你肩膀手的力量 并没有把走的力量放弃 所以每个动作代表 它叫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阳刚有才能复活 这个道家的 这个阴阳辩证 既对立又统一的这个哲学 所以所有的 武当的功法 它都是建立在 这个阴阳辩证 既对立又统一的 辩证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哲学 这个框架下 那我们做这些动作干什么 它的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解决 外领筋骨皮 内在内 也是促进你的精液气血的这种循环 所以外领筋骨皮 内在内 动作好学 原理不好学 那我们通过这个动作 去了解了这个动作 背后的原理 为什么这个动作 它是这样做 它不是那样做 是吧 那你了解这个东西以后呢 有很多动作 到家的功法成千商吗 那你明白这个 阴阳对立统一的这个辩证哲学以后 唯物主义的 为元气 支撑人生命的这个哲学以后呢 你什么动作一看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叫自信然而知识所以然 所以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个 反过来 学习一个功法 那我们在平时 对于道家哲学 道家经典 道家的一些思想 所了解的 能把这些东西 运用到你的动作 锻炼当中去 那我们 这个动作呢 是不是做的就更有趣了 就不会只是一个动作 而动作 那我们很多 就是在不了解这个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这种 前提下来 我们很多时候跟着学习 是这个动作而动作 觉得只是一个简单 那就更多体操 没什么系列 那你对力量的运用 筋骨的锻炼 是吧 气血的这个运行 你就没有一个 依据 因此呢 我们 建议呢 在 通过这个功法的 锻炼同时呢 我们有机会的 多去了解 我们老祖先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 道家哲学 它是 讲解天地人 天虎地人呢 万物的规律 包括我们人的这个生命规律 那么这些功法呢 我们祖先祖师们 创造发明这些功法 它也是在为了我们人的生命 这个健康去复复的 它才会发明这个功法 那它在发明这个功法的这个 背后 它是要了解这个天 天人这个 哲学规律的前提下 它去发明出来的东西 它才是属于上层 好的功法 也就是说这个功法有灵魂 有精神 有灵魂 而不是这个简单的 这个动作而动作的功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最后再给大家几分钟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卖 或者写在留言区也可以 OK 很开心见 亮道水火 一起练 很好机会 陈大长 视频号里面啊 因为我们同时直播也在那个视频号 微信视频号上 所以那里面我刚才看到有好 好多人在里面听啊 这有人提到一个问题 呼吸怎么配合 呼吸呢 我们分为几个过程 有 如果说没有 你是伸手 一切武术和这个功法的基础 都没有人 你不来呼吸 自然呼吸就行 有 如果有 一定基础的人 能够 什么是有基础的人呢 就是你的思想能调控你的身体的力量的人 站在稳定的肉 做动作的时候 力量大小 你能调控的 就是你的身体听你的话 这个时候你能用意识去支配你的力量 支配你的呼吸 你这个时候的这个叫力气相合 动作它代表的是力量 那么我们的鼻孔代表的是呼吸 气 就是你的动作跟你的呼吸能结合得起来的时候 前提是你的动作力量要听你的大了指挥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基础的人呢 其实他不 不用去追求这个 呼吸怎么调控自然的功能 去配合 原则是不憋气 不憋气就行 当然我们 大多数人 特别做这种动作 做的幅度大了 是吧 做这样 没趣了 要换一口气 是吧 如果说你一直做这个 本身就吸不动了 然后再往后面都是水憋气的 像这种幅度微微大的 你需要这个吸气的这个长度 需要耗时差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一个动作 换两个气 一口气不行 换两口 两口气不行换三口 总之 不要憋气 练功有伤害 就是在练拳练功的过程中 有三个方法 所当的情况下 会对自己身心造成伤害 其中就有一个 憋气 我们本身是为了强身健康 是吧 是为了锻炼身体健康 然后你长期憋气 最后把自己的肺 心脏变坏了 因此我们呼吸以自然呼吸 也好 让自己不憋气 原则是不憋气 你是哪个地方吸气 哪个地方呼气 以不憋气为目标 最后不用去呼吸 你这呼吸 能跟你的力量集合 你就成了 所以这个就公道自然展开 明白了 OK 那陈道长 我就想问一下 那个 您说这套功法呀 是可以 舒肝 就是很有舒展作用 对肝气呀 对肝比较好 那 除了养生方面 它可不可以治病呢 因为养生是一波 那治病又更深一点 所以 这个呢 我们在 中国现在有很多 这个品牌 它不能谈这些什么 与健康治病的这个 这个内容 但是呢 就是说 道家骨营养中 它 强身健体 就是刚才讲的 外面筋骨皮 内面一口气 我们人就包含 就包含内外面 外面筋骨皮 里面 要靠着那一口气 这两者都是可以得到断练 那两者的断练呢 我们是 那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身体是不是 会得到这个 缺病抢身呢 好 明白 所以大家要好好练 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 陈道长 为我们带来的龙工 然后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在下面也好好练 下面有什么问题呢 下次陈道长讲课的时候 还可以提出来 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和互动 谢谢大家参加这次讲座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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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